105年就可以完工 搜救人员持续寻找失联民众 上午寻获一名女性大体后 协议长吴敦毅进入中央灾害应变中心 赶紧向外宣布 但这句话怎么听起来怪怪的 对照现场搜救时间 上午10点左右 搜救队与家属联系后 几乎可以从穿着身形 分辨出寻获女性的大体 是在特教班任教的流姓女老师 但吴葵11点才进灾防中心 却声称淫难者 疑似是宏泰旅行社的大陆领队田园 凸显吴院长的讯息掌握出状况 疑似田园的这个大体 有似乎不一定就是田园 所以要看是哪位 也有一说说 会不会是一个 另外一个流姓的女士 让他们验那个 这个不能弄错 我们都已经了解到 这个大体的一个身份 结果吴葵居然出这种乌龙 为什么现在台湾人民 对仗的政府不能相信 连这样的一个 直接救灾的一个通报系统 都会出现落差 立委批评中央通报系统出问题 讯息传达太慢 吴对应的乌龙发言还不止一桩 两天前才会一时口快 说失联的鸿太旅行社 司机和领队已经疑难 那比较不幸的是 鸿太的司机跟领队 去看看最新的状况 是已经不幸不幸疑难 人命关天官员发言前 都得精准确认再说出口 以免商人焦急等待家属的心 三星文中央报导 这次美机台风重创宜兰县 那么